民眾站在人行道上 一旁就是公車站牌 等公車民眾 不管夏天還是冬天 都要像這樣站在人行道上 雖然騎樓可以暫時躲太陽 但就怕一個沒注意 就會錯過班車 這邊路 這邊路啊 那邊高低啊 有的年紀大 他們上來出來 跑上面上來 有下雨天的話 他們是要過來這裡面 這邊長期沒有後車停 致使很多民眾來跟我反應 因為這邊刮風下雨的時候 後車非常的不方便 經常會日曬雨淋 市中心11路95號前公車站牌 市市區搭車熱點 每天都有上百位民眾搭車 不過長期以來 這一站都沒有後車停 民眾搭車要日曬雨淋 市議員藍敏黃爭取設置後車停 邀集公車處等單位現場會刊 經過我們的討論 公車處認為這個點的確有必要 因為它緊鄰市區 而且它的所在位置 剛好又是健保局的所在位置 的確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這裡進出 那我們會看到結論 決定在這裡設置 爭取新式的後車停 將來會結合電子化的設備 未來就可以提供民眾更好的後車環境 同時也可以避免日曬雨淋 最重要的透過電子設備 我們民眾就可以精準的掌握到公車到達的時間 我想這個建議非常好 那經過會刊相關經費 出估大概要50萬 那這個部分我已經決定請民政署 動用零星工程款全數來支援 是因為有配合民眾的需求 我們會在信武路口做一個後車停 那它的背板會保持這個汽油的空曠度 那也會有適量的雨遮 讓民眾在後車的時候 不會有受風雨的影響 那我們這邊也感謝這邊議員 幫我們贊助這個 智慧型後車站牌 讓民眾可以知道等車的時間 這一站將興建新式後車停 考量空間不足 將不會設置座椅 不過對於民眾來說 後車不再日曬雨淋 後車環境將更舒適 記者黃紹明 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